近年来,我国不仅实现了主战舰艇的下饺子 还实现了海警部队的大中型巡逻舰批量建造 3000吨级的818型和1500吨级的718型是其中的明星舰 也是海警部队首批重武装巡逻舰 818型更因为酷405A护卫舰的造型备受军迷关注 除了单管76毫米舰炮之外 818型在武器系统、雷达系统方面显然是高配的 而且还有其他中国海警船没有的一套神秘设备 今天的《烽火异军情》咱们就来聊聊 这型有些不一样的海警船 818型整体设计和054A型护卫舰十分类似 而武器系统方面堪称是简配版054A 甚至有说法称 它是从当年被海军总部取消的低配置舰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单管76毫米舰炮射速高达每分钟120发 由舰桥上方的347G型火控雷达提供控制 除此之外 818型的主围杆上还有两座标对海对空搜索雷达 这种雷达是056型轻型护卫舰专用的 海警船中仅有它和万吨级海警舰装备 从服役于海南省海警总队的首艘818型海警巡逻舰的细节照片来看 它还罕见的拥有630禁防炮 副炮的配置超过056型轻型护卫舰 一般来说 我国海警的武装巡逻舰使用的是单管30毫米副炮 不具备遥控射击能力 而630禁防炮不但射速高 火力猛 甚至还具备了反导能力 再加上防空能力较强的单管76毫米剑炮 818型在战时具备其他海警船欠缺的较强防空能力 甚至比早期053H3型护卫舰还要厉害 除此之外 818型身上还有一个此前媒体忽略的设备 在它的烟囱两侧 直升机库前端 各专用一套海上干货横向补给装置 这种装置专业名字叫做高架锁 综合补给舰和它进行干货横向补给时 通过调整拉索的高度 可利用重力双向转移视频 设备 商员等 这套系统也是我国海军052D 052C 054A上的标配 由此看来 818型显然深入考虑了 屏战结合能力 较强的火力和雷达系统 不仅大大加强了和平时期海上维权 执法的效率和威慑力 而630进防炮显然加强了战时的防空能力 毕竟海上罪犯不可能有反舰导弹或者作战飞机 而干货和液货横向补给装置 则可以让其接受海军综合补给舰的补给 大大提升了海上自持力 因此 从这几个细节来看 作为我国海警最高配置的巡逻舰 818型在设计之初 就考虑到战时支援海军的能力 这或许也是我国海警未来新的发展趋势 好了 今天的风火一军情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